最新的這個電量降水預報 未來的12小時的 是在今天白天到今天晚上 明天白天明天晚上 因為在目前 今天到31號 一直到1號的上半天 颱風目前相對是最近的時候 所以說這時候的雨勢相對來說 還不會那麼快的減還下來 但是1號的時候 整體的降雨的情況 如同在11點半的時候提供的資料來看 整體的降雨會比較偏向在北部山區 反而在移花的地方 它的降雨來說會開始慢慢的緩和 其他地區會比較偏向是 午後雷震的情形 而至於如果像這樣的路徑 我們來看一下 如果這樣的路徑 它比較沒有太大的變化的話 我們預估可能在 31號升一或1號星的這段時間 我們可能就慢慢有機會 脫離它的暴風圈的影響範圍 整個颱風在北上的過程當中 其實從禮拜天到現在 整個在東半部地區 都已經有出現長浪了 那時候都有三米上的浪高 那以目前今天的觀測來說的話 除了在蘭嶼綠島跟台東這些地方 有觀測到六米上的浪高之外 另外在花蓮這邊的觀測 也有到四米上的浪高 整體的浪來說是屬於長浪性質 它的力量蠻大 它是出現從外海往內陸推 所以像秀庫嵐溪這些地方 它就有觀測到這種浪比較大 比較明顯的情況 往比較內陸的地方推進來 是要再吃一個大小的一片 稍後的融中